人家說鬼是人家的 神是人為的 歡迎來叫仙古廟 哇!就是仙古 生仙的仙 死狗的狗 對!生狗 生生虎要生生氣 如果沒生氣就會跟仙古一樣 到處都是仙 我們這個仙古廟 就是住久以來 就有鬼怪流傳在這個民間 我們就是要跟這個鬼怪的故事 來講給大家聽 我們今天第一集 邀請到一個姑娘 嗨! 現在的職業是什麼? 我是一個空姐 我們樂園常常在庭上背 躲在外面 對!都要住外面 唱歌也很好聽 背到一半就來參加 森林之王去唱歌 今天我們在這個仙古廟 你在這裡改事情 等一下 改修之後 會用這個 玻璃水 來幫你進化一下 啊你如果真的有事情 可以去真正的廟喔 對!仙古好像 不可以給你解釋你的運喔 我們準備就開始 仙古基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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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整個所有室友 一起 全部一起體驗的 在這邊嗎? 不是在這邊 好我現在回覆那個 小愛的身份 我每次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都會起雞皮疙瘩 那時候我們大學 大概五個人吧 我們住在那個 淡江那邊的北新路 我們就找了一間很便宜的家庭室 因為我們想要搬到淡江附近 比較繁華 就找到一間很便宜很便宜的家庭室 就大概開始分房間 那時候我就被分配到了一間就是 進門 旁邊有一間 然後這裡主臥有一間 這裡又一間 然後在走廊走到底 走廊到底的時候 旁邊還有一個小廁所 最後一間 又有一間小房間 我就睡了那間 有走廊的都很可怕 對! 我一開始就進去那個房間裡面 我就看到那種非常古老的那種家具 衣櫃開門還會 嘎嘎嘎嘎嘎嘎那種聲音 我現在演鬼片 我就把那些家具都推到外面說 這些我不要 推出去之後呢 我就發現 我的牆角有一疊硬幣 而且它不是閃的那種 它是一疊擺好很整齊的硬幣在牆角 因為我就覺得很像是在吃什麼贈 或者是招財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樣 因為它那疊硬幣 放在那邊一定要有它的理由 我就不敢再去動它 然後我就跟室友說 欸你看我那個牆角有硬幣欸 我就跟室友開玩笑說 你敢不敢動 結果我們都沒有人敢動 有一點硬幣之後 我心裡就有一點芥笛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芥笛的關係 我就是這樣子睡單人床 我的右前方 是門 然後門外就是走廊嘛 我一開始在睡 我就睡得很不安穩 你有時候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 一直覺得那邊有人在看你 每次都 睡一睡我都一直往那邊看 從那次之後 我就每天都開著小夜燈睡 我就想說沒有關係 就這樣度過一兩個月 就有一天我就發現 我的冷氣機的背後 有貼一張符 對 很恐怖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我不想要 所以我就不敢告訴我其他室友 我就一直忍忍忍忍到學期末 有一次睡午覺 因為我通常都會鎖門睡覺嘛 那天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睡午覺醒來之後 我就突然就這樣坐起來 我就發現我的門 是打開的 打開外面就走廊嘛 他是只半開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很黑很黑很黑 可是我隱約說 是有一個人這樣開著門 看著我的 因為你剛醒來 你也沒有想太多 就以為是你的室友開門 我就覺得說 我室友幹嘛開我的門 然後看著我 我就說你去幹嘛 我說你去幹嘛之後 我整個人醒過來 結果我剛剛是在做夢 可是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是坐著的 然後門是鎖起來的 在這之前我一直跟我室友說 我一直覺得 那邊有人在看我 我都是以那種開玩笑的方式 就這件事情我就開始跟我室友說 欸我跟你講 我那天就夢遊 可是我一直不敢提 那個冷氣機背後有福的事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 太恐怖了 直到學期末的最後一天 我們隔天就要搬出去 我們那天就整理行李 整理到了半夜 我記得還是三四點 已經兩個人搬出去 剩下三個人 包括我在那個房子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室友 想說好最後一天了 我想要跟他講說 我那個冷氣機背後有福的事情 另外一個室友 就是兩個人在一個房間裡面 我就走過去跟他們講說 欸我跟你講 我其實發現我的冷氣機背後有福欸 結果那個室友就跟我說 其實我早就有看到你後面有福 但是我也不敢跟你講 所以我們大家都其實都隱約 都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另外一個室友 他跟我不同班 他沒有聽到我這些故事 然後我就要跟他講 我剛剛跟你講的那個夢遊的故事 然後我就說 欸那不如我就直接回到我房間 我們還原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好了 好感喔 我們三個人就走到我的房間 我就去躺好床上 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坐到那邊之後 我就開始講那些故事 因為我要還原說那個門外面很黑嘛 所以我必須要把外面走廊燈關掉 然後我正要說 欸你去把那個燈關掉的時候 我一說燈關掉 我的房間直接 關燈 我們就整個嚇傻 然後我們三個就默默 一群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現在整個雞皮疙瘩 一關掉之後 我們就三個就走到客廳 然後就坐在那邊 我們就沒有講話 我們就沒有講話 到了早上六點 因為我坐在最邊邊 我還可以走廊看得到我房間的燈 是關著的嘛 通常關什麼總店員 都會全部關 但是那時候只有我房間關燈 過了大概二十分鐘 我的房間燈就突然 啪 就打開了 好可怕 對超可怕的 我房間後面是唯一的廁所 我們大家在那邊是癟療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說 欸有沒有人想要上廁所的 欸可以陪我去上廁所嗎 最快破的是我所有的行李 都放在我的房間裡面 我就差最後一步拿了 我就可以走了 我說你們可以陪我去我房間 把行李拿出來 我們三個幾乎前胸貼後背的 三個一起走去我房間 然後拿了之後 我們整個人是逃出去 然後我自己先晉升好了 你剛好嘟到什麼 在國外旅館很恐怖的事 有 有一個很可怕 是我住在泰國的飯店 然後那一天剛好是 森林之王第一季的總決賽 現在是在宣傳嗎 沒有 來進化幾乎 今天倆商業感太重了 因為我是忠實觀眾 看完直播 開始問李又婷了 媽是在告白嗎 問家誰在東 鬼故事喔 因為他總冠軍賽是唱誰 然後得到冠軍 我就覺得太好聽了 我自己也想唱一下 就拿我的手機要錄我唱歌的影片 我的鏡頭就是朝著房間的某一個方向路 比較低調 就沒有錄自己的臉 然後就唱 我有去PO現實動態 後來我要睡覺之前 因為床旁邊就有兩盞台燈嘛 我就先把其中一盞關掉 然後就轉到另外一盞 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就滑滑滑滑滑滑 一個翻身 我剛剛關掉的那盞台燈 亮了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 我真的想說是我記錯了嗎 還是它真的自己又亮了 然後就不敢睡 妳就因為一個燈開了 妳就睡不著 因為我剛剛明明就記得我把它關起來了 它後來又亮了 我也不敢把插頭拔掉 如果把插頭拔掉 它真的亮的話我會嚇死 我那一個晚上就都沒有睡好 然後等到天亮的時候 我才漸漸的睡著 然後後來我起來的時候 剛剛那盞燈不是自己亮嗎 我後來都沒有動它 可是我後來起來的時候 它是暗的 我就是對著那盞台燈錄的 然後我在唱 Oh my god 神夠雞皮疙瘩 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 神夠頭皮方嗎 我想 它應該是想要表示 它找到我了 蛤 妳是拍現實動態嗎 會不會可以找到那個 現實動態的那個 欸搞不好可以耶 妳看那個精選 有欸 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 浪浪 等待 愛 真的搞一盡快 妳的手機給我防水 除了就是我們住宿的一些鬼故事之外呢 妳在飛機上剛剛有什麼convo的構索 飛機上我聽過別人講一個我覺得蠻可怕的 就是修飛機的人 喔 修飛機 不是 維修的 對維修的 就是飛機降落之後 大家下了之後他們要維修 對他們要維修 或是騎飛前 對對對 把飛機放在停機坪要維修 他們兩個人上去維修 然後因為飛機沒有接電 然後就是整台飛機是暗的 然後他們就拿手電筒 就是這樣走 然後他們可能一個從機頭走到機尾 一個從機尾走到機頭 在看的過程中 因為原本飛機不是暗的嘛 就突然亮了 妳的故事都是跟你燈的欸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很慌張的就跑出去 互相確認 他們就說妳有看到嗎 因為說 嗯 剛打開燈的時候 全部都冷 燈大亮那一瞬間 刻滿 我們就覺得可怕的趕快跑走 或許真的有開燈關燈 畫面都是冷 這個我就覺得 這個如果是真的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恐怖 如果真的看到的話 我應該真的會嚇死 那妳有自己親身經歷 還有其他的故事嗎 我日常住飯店就是很常被鬼壓床 可是人家說喔 鬼壓床 很容易是因為妳自己太皮 太累 對對對 可是我有一次被鬼壓床是 那時候睡一睡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床在下陷 人家踩在妳旁邊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我旁邊就是有人在踩 然後他這樣繞著我 然後就這樣沉下去 然後我就想要起來 可是我又起不來了 就起不來了 那種被鬼壓床的時候 妳的眼睛想睜開這麼快 妳就會留著那個眼睫毛的那個縫 跟妳的眼睛這樣子 隱約的就開始覺得說 外面有黑影在圍繞著妳 對不對 因為我自己會這樣子 我只是就是 完全動不了 就是想要起來起不來 然後再次起來的時候 妳是就不敢睡了 對 就開燈睡 那如果開燈他要關燈怎麼辦 可能就是電器的問題吧 我都在催眠自己是電器的問題 如果有這些徵兆的話 我覺得妳可能還是要請老師 或者是去收金一下 因為他其實前面的徵兆已經給我很多了 但是我後面我都覺得不以為意 所以大家租屋主要小心 無可瓜牛們 仙古 歡迎大家來報名 妳的故事 有比仙古更精彩喔 記得 進Email 來說妳想要上仙古廟 妳如果故事夠精彩 大家可以來我們仙古廟 沒關係 妳如果不想要露臉 我也可以後製給妳馬賽克喔 好 那妳還有很多鬼故事 我們下次 因為我們今天節目齁 太長我怕大家以為我們是 開一個小時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來分享好不好 好 今天謝謝樂園這個狗女 我今天來幫妳晉升齁 這個燈齁 看有沒有什麼LGI sample來給妳業配 不會關燈的 來 謝謝樂園 謝謝仙古 謝謝仙古 晉升成功 仙古廟在這裡 大家退堂 傳說 鬼怪故事 故事 故事 故怪 因為妳們很常住國外嘛 對 人家不是都要說先敲門還是什麼 那妳有自己的一個SOP嗎 進門就先敲門 然後衝廁所 衝馬桶 為什麼 好像說會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留在馬桶裡 所以要把它衝掉 妳說前一個客人的砸 不是啦